来我们来看一下部分分式积分法的另外一种题型 这个题型的话呢底下是一个一次式的高次方 那么像这样的题型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如果要积分这个题型的话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它拆开来 怎么拆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我们要把它拆开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设成 这边是x减1 这边有一个 两个 但是这边的话呢都是次方的 四次方最高是四次方 所以我们将会写到最高的地方是四次方 这边是A B C D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设成了这样的结果之后 那么ABCD要怎么样计算呢 那么我们用一个最快的方法 其实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叫做综合处法的方法 那么它的步骤的话呢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怎么做呢 来我们开始来教各位同学怎么做 这个系数 这个次方的方法是按照降密的方式来排列 如果它有少一项各位同学记得要补零啊 来我们现在第一步就是这么做了 把这个系数先列出来 二 四负三一列出来 我们列出来之后 然后画一条线 留一个空间 画一条线 画一条直线 接到上面去 好 现在来看 右边我们要填一个数字 一个最关键的数字 就是下面 我们要把它改造成 X-1的模式 要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来写 这边是-1 这边就是 1 最重要的式字 只有我这里是X-2 我们这边就要填2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计算 怎么计算呢 首先方法就是把第一个字先拉下来 然后的话呢 2 1 得2 写在这边 注意的是 全部都要用加法啊 4加2是6 6 1得6 那么这边加起来是 3 3 1 得3 这边就是4 算到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 请各位同学的话呢 把它框起来 他们已经做到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余数 继续做下去 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只剩下一个为止 来我们继续做 现在一样的再把2 拉下去 2 1得2 这是一律用加的 所以6加2是8 8 8 1得8 然后这两个相加是 11 好 做到这边以后 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11 圈起来 再继续做下去 2 2 1得2 这边是10 然后把它圈起来 当然这个也可以把它再写下去 我们不需要写了 因为只剩下一个了 它也变不了什么花样 所以我们这是1234 这四个数字是什么意义呢 各位同学 你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这就是2 这就是10 这就是11 这就是4 我们简单的列出了一个叫做综合处法的一个技巧 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算式 把它拉开来变成了几个简单单纯的算式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刚才我们才用综合处法做过 现在的话呢 我们如果遇到了像这样的题目的积分 那么我们就要用刚才那个方法来解决 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一样的 要先用综合处法做一遍 然后把它展开来 这边是x-1 刚才我们算出来的数字是2 这是x-1的2次方 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数字是10 再过来 x-1的3次方 刚才算出来的数字是11 x-1的4次方最后一个了 我们算出来的数字是4 好 一个困难题 我们把它转成了四个小的简单题了 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各自突破 来我们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 根据我们积分的技巧里面 加减号全部都可以拉开来 所以有一个一个做没有问题 来我们看看第一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 它是一次式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直接写 nature log 好 再来看第二个算式 第二个算式这里是10 我们先照抄 先照抄再说 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二次式 整个是二次式 我们的话呢放在分目 所以它是负二次方 负二次方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做呢 负二次方 我们的话呢 积分了以后就会变成负一次方 那么前面要补上一个 负一分之一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做整理 来再继续做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呢是11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负三次方 因为它放在分目是负的次方 负的次方的话呢 这边负三次方就会变成 积分要拉高一次 就变成了负二 负二次方前面要补上一个 负二分之一 再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它本身就有四 我们就写上去 再过来 x减一 这边是负四怎么办 就变成了负三 然后前面要补上一个负三分之一 再加上c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让我整理一下 我们把答案写得完整一点 等于2 再加上 这是减的 这是减的 这是二分之十一 这边是负二 所以是x减一的 二次方分之一 这边是减掉三分之四 这边是 好你看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呢 照抄 这边经过整理之后的话呢 这边是负十 负一次方就是分之一 这边是负二次方 我们把它写成 二次方分之一 这边合并起来了 这边的话呢 是负的三分之四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利用了一个 综合处法 先把它拆开来 然后再做一个 各自的积分 然后解决掉一个 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们再来介绍一个例题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要用 部分分式积分法 我们用综合处法来解决 我们来看看上面 分子的部分 分子的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二次式 那么我们要把它改造成 迁就分母的是 x加1的形式 那怎么做呢 我们是这样做的 三 这个地方要小心 是说它没有x的算式 没有这个项 所以我们要补零 记得要补零 305 然后画一条线 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要做的是 x加1的展开式 所以我们这边要写的是 负1 来 计算一下 3拉下来 3乘上负1是 负3 加起来这边负3 负3乘上负1是正3 所以这边是8 圈起来之后 继续做下去 这边3 拉下去 3乘上负1 负3 这是第二个系数 这是第一个系数 3 负6 8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开始可以来 整理这个算式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 怎么写呢 这个算是 底下是x加1的四次方 上面的话呢 我们是把它改造成 3 负6 8 为系数的一个 跟x加1 一样的模式 所以我们写下去 3 这是二次方 这边是二次方 这边当然就是二次方 这边是负6 x加1 这边是8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 分子跟分母 都是一个x加1的模式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在于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继续往下做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隔开来 好 我们隔开来 好 我们继续写下去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四次方 这是二次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 把它改写为二次方 这边是3 这边是三次方 我们这边是负6 这边是四次方 最后一个是四次方 我们改写为8 好 我们来看 这样子三个算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那么答案的话呢 就直接积分 来 我们看3等于多少 3 直接抄下来 这边 负二次方 就直接变负1 我们就直接写 负1 那这边的话呢 就加一个负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 这样写好了 那么再继续 这边是负6 这边是 x加1的 负3次方 就会变成了负2 提高一次 补上一个负2分之1 再来 这边是8 刮虎 x加1的 这边是负3 这边就补上一个负3分之1 来 整理一下 这边的话呢 直接写答案了 这边是负3 刮虎 x加1的负1次方 那么 同学把它写成分母分子也可以 这边的话呢 变成了是 负6跟负2分之1 相乘 所以变成 正3 刮虎 x加1的 负2次方 这边的话呢 就是 减掉 3分之8 刮虎 x加1的 负3次方 加上c 那么 我们的话呢 使用的是 部分分式积分法 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是 要注意的是说 第一个 有几个陷阱 万一它这边有空 空缺的地方 记得 各位同学要补0 还有的话呢 答案的话呢 不一定会出现的 nature log 要看它的这个式子 这个最 最高像 跟这个最高像的 这个比 我们的话呢 会决定 这边的最高像 那么这个地方 是我们同学 要特别要注意的地方